2022年10月 俄罗斯陆路霸权象征克斥大桥 遭到乌克兰炸毁 同年4月 南水海军代表莫斯科号也被击沉 颜面近视的俄罗斯只能一般狂轰滥炸 希望能重拾早已惨破不堪的军事威信 只是这次俄罗斯选用的报复工具 竟然是S-300防空飞弹 地对空武器拿来地对地打击 但昨天当然差了十万八千里 实质战果也差强人意 曾经的世界第二军事强权 难道真的已经弹尽圆绝 手边剩下什么就用什么了吗 英国情报部门延西 现在的俄罗斯早已是强弩之末 然而他们真正的杀手舰 其实还没完全亮相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永和大国 他们所提出的核三位一体 分别是洲际弹道飞弹 潜射弹道飞弹 以及战略轰炸机 从不同维度实施核战略威辙 而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推估 全球总计有12700个核弹头库存 俄罗斯就握有5977枚 还胜过美国的5428枚 这也是俄国总统普钦 不断玩弄于鼓掌的战略筹码 从武俄战争初期 普钦随护手上就时不时出现 俗称核足球的手提箱 也就是发动核武攻击的授权装置 让核战毁灭性的阴影 持续笼罩欧雅大陆 目前的阶段还是操作核武边缘论 来去作为一个讹诈 或者是嚇阻的一个手段 那也凸显出美俄之间 这个核热线的一个对话 可能是中断或者是弱化 或者根本没有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它的后果以及它会带来的 这个反制的作用 可能也会超乎莫斯科的一个想象 所以就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我认为俄罗斯还是仅止于 在言语上的一个恐吓的一个作用 根据军事粉专王力第二战演所分析 传统核武战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奠基于核武大国相互保证毁灭 敌不动我不动达成的恐怖平衡 第二种是核讹诈 像是北韩以核武恐吓 迫使对手让步 第三种则是恐怖分子谈判筹码 起源于苏联解体后 部分核武技术外流 让流氓国家取得国际话语权 然而现在的状况 却是核武大国在战场劣势下 以核武威胁取得优势的非核武小国 这在传统核战理论之中 前所未见 他如果一旦使用核武就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常规武力没有用了 已经无能为力才使用核武 所以普京不要以为核威射会发挥到效果 他只有一旦使用 我觉得会对俄罗斯极其不利 第一个他一定被国际完全孤立 不会有任何国家去容忍使用核武 不可能嘛 包括中国在内 核武以威力划分 又分为高当量的战略级核武 以及低当量的战术级核武 而当年苏联的作战想定 是考虑以威力较小的核弹 打开战线缺口 让苏联装甲洪流 在核生化防护装备的保护下 迅速涂穿防线 长驱直入西欧 因此制造了大量的战术核武 如今乌俄战争 俄罗斯陷入泥闹 这样的战略构想会真的上演吗 我觉得战术核武有它一个危机 你看最近这个 普京用这个S300飞弹轰炸 基辅 其实也设不准 也设到一些不重要的地方 那如果说它的误设 或者是中间会有产生误差的话 造成的伤害是更大 我们现在看俄罗斯没有全面败退 乌克兰也还没有打垮 所以这个战局还会持续 持续所以这个会是核武打击力量使用的限制因素 现阶段的欧美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核威折 仍然以战温方式处置 避免核武强权直接硬碰硬 然而回顾过去的古巴危机 虽然美苏两强王不见王 但却分别寻找代理人威折对方 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弹道飞弹 作为回应 苏联也在古巴部署核弹头 这样的危机一度升级为全面核战 如今的乌克兰形同欧美国家的代理人 核战风险不可不慎 1994年的布达佩斯的备忘录 让乌克兰取掉了核子武器的能力 但我相信在科技上 乌克兰还保有它一定的基础 虽然我们说有这个可能性 但我个人的判断 应该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 这个不只是对于 就是说乌克兰重新核武化 是一个对世界秩序挑战 或区域和平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我认为 整个情势的发展 可能也要看俄罗斯后续的一个做法 怎么样西方国家以及美国 才会再采取进一步的一个反应 我今天的左眼 因为他自己也说 这个可能是你们逼我的 他指西方社会 因为从二月开战以来 他其实针对的就是西方社会 那么现在世界往两极拉扯 我觉得核武的动用 对未来世界的冲击性 其实才是真的是我们要注意 核武攻击向来只是微折手段 而非实际行动 毕竟当核弹头真的躺上飞弹发射架时 攸关的已不仅限于战争的胜败 而是全人类的生存命脉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